为国内疫情的关系 原先跟邦交国帛琉开通的旅游泡泡战士喊咖 而且台湾目前的疫苗数量都不够国人失大 所以现在传出了帛琉要召回大使馆的人员 还有留学生回国打疫苗 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 帛琉总统会数人表示 预计要以包机的方式 7号在帛琉的留学生还有使馆人员 回国在机场打完疫苗后再返回台湾 而长期与帛琉当地医疗合作的新光医院副院长 今天也证实了这项消息 只是包机的时间还有往返检疫的相关细节 还要跟指挥中心讨论 帛琉泡泡采启航不到一个多月 就因为台湾国内疫情升温 几组员不能混飞被迫战士喊咖 现在又传出在台湾等不到疫苗 帛琉政府将派包机再回在台湾的帛琉人 回国打疫苗 帛琉当地媒体报道 帛琉总统日前表示 在台留学生大使馆人员和就医民众 将在7号搭机回帛琉 在机场接种疫苗 不入境不离开机场 观察两小时后再返回台湾 更了解除了帛琉大使馆人员之外 还有大约30位的帛琉留学生 有意愿反过来施打疫苗 此外还有在台湾就医的民众 扎起来一趟暴击 大约是可以在160人 或是否在机后成型 以及采取过去旅游泡泡模式 还要再讨论 长期与帛琉医疗合作的 新光医院证实消息 不过帛琉当地成年人 疫苗施打率高达93% 我国驻帛琉大使 更早在2月就在帛琉政府安排下 在当地接种了莫德纳疫苗 台湾现在却连第一线人员 都还没打还 脑一秒慌 因为帛琉政府本身 他们是有足够的疫苗来施打 所以他们是有这样的 可能的一个计划 应该要依据台博两国的入出境 以及相关的检疫规定办理 外交部我们会依据 指挥中心的决定来配合办理 拨号站零确诊的帛琉也破功 5月31号传出一名旅客确诊 但当局强调 个案已经染疫一段时间 不具有传染性 台博旅游泡泡何时能够再重启 就看疫情如何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